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着急啊 天大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上哪儿啊 别管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批面料一定要细心加工 不能有褶皱知道吗 好 好 你去吧 邓局长 李警官 周总吗 周总去接到办事处了 接到办事处 干什么去了 周总他今天离婚去了 离婚 李警官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春衍同志 上次唆使你哥哥纵火的人 在泰国被抓到了 真的 请你马上通知周英子总经理 我们在办公室等他 好 姐 他们跟小李都被抓了 你跟着走吧 你们先出去吧 周英 你给我闭嘴 同志 请 把你们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 债务列表拿出来给我 行 马上我去我去拿啊 钥匙给我 凭什么给他们呀 八方达运处公司 因为资不抵债 已经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由人民法院 依照国家法律规定 组织补动 有关机关 以及个人专业人士 成立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请你们配合 请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货运公司的主任 会计兼出纳 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的 那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可以把钥匙拿出来 拿 拿出来快 烧好烧得火 拿 拿 高货菜 菜 嗯 嗯 你看这儿 李翘 公司这一段时间的进账 怎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你挪走了 我没有 我没有 福洛 你可以给我证明啊 我真的没有 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钱呢 行了 办正名事呢 你先别闹了啊 你先别闹了啊 嗯 这几本账本和报表 我先拿过去了 请公司的法人在这签个字 我 我是 这儿是吧 对 给 给 给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清算出来 我会和你们联系 谢谢啊 同志 请给我送一下 慢 慢走啊 谢谢 谢谢啊 李翘 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事 请你也配合一下 那笔钱到底去哪儿了 是不是被你转走了 你们今天不是去离婚了吗 离了吗 离了 我们今天离婚了 离了 那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算挪款 那也是挪福禄的钱啊 你着什么急啊 我告诉你 我才不愿意管这事呢 还不是因为 你肚子里怀了福禄的孩子 为了这个孩子以后着想 我当然得查清楚 这笔钱去哪儿了 谁怀了他的孩子啊 怀他的孩子 我傻呀 瞧你们家这一个个的 是不是全都傻呀 你说什么你 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怀你的孩子 最开始啊 我以为我怀上了 可谁知道我搞错了 对不起啊 让你们白忙活一场 骗子 你骗子 你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我能看上你 叶不撒胖掉 我自己照顾你 什么德行 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打我是吧 我报警我告诉你 我要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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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禄 福禄 你让他打 他想恶人心告状 我倒想看看 警察来的时候他怎么说 让警察来查一查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双小什么花招 来 嘴巴掌湿了 我报警 行 行啊 你们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我是傻啊 好笨啊我 我是 你 真的吗的 糊涂 喂 我对不起你 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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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做一点 赶紧把那两个司机的事处理了 啊 我叫他 哦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公司 公司出了点事 我得赶紧回去 福禄 你下来一趟 走啊 龙哥 龙哥 歪嘴被抓了 马上要被遣送回国了 不能让他回来 他知道的太多了 那龙哥你的意思是 好 我明白 走 福禄 这钱拿着 赶紧把这几个事处理了 拿着吧 要是不够啊 再跟我打电话 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娘子 谢谢你 什么都别说了 晚上回家吃饭 咱们见面再聊啊 这 行 行 行 好 就这样啊 你有 怎么了这是 他俩离了 我找了那几个司机 也真够争气的 把他们公司给弄垮了 这不挺好的吗 对了 这是我偷偷挪出来的钱 楠姐 给你报 俏啊 我就知道 只有你能帮我 把这仇给报了 这样吧 你呢 消消气 我晚上亲你吃一顿好的 再帮你找一个帅哥 给你按摩按摩 解解乏 怎么样 不去 一点都不好玩 可不就不好玩吗 这叫打入敌人内部 你想想人家杨子蓉 身入虎穴 出生入死 多惊险呢 都不容易 但是啊 告诉你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蓝姐 你的账消了 现在这仇转成我的仇了 什 什么意思 我根本就没有打败周英子 我输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一定跟周英子没完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久等了 来 秦胜 李警官呢 他有任务 先回去了 来 你快请坐 他来啊 就是通知你 歪嘴 过几天就引渡回国了 是吗 你们仓库释回案的事情 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 那就好 真是好 谢谢你们 客气什么 还有 灵哥 你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要不是春艳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呢 本来 也没想刻意瞒着你们 只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段时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的脑子都是乱的 等忙完这一段吧 咱们再好好聊聊 也好 等你忙完这一段 我陪你出去散散心 去趟三青山 完了把那碗刷了啊 别操心了 喝点水水吧 你说那周英子 都不给我买水果吃呢 一会儿就给你买去 还有还不行吗 腿还疼不 银天下雨就不行 不舒服 行了 有啊 小熊回来了 实习去了吗 怎么今天回来了 我二姐呢 楼上哄孩子睡觉呢 来 来 湛福露 你为什么跟我姐离婚 你怎么知道的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为什么跟我姐离婚 我们俩的事儿挺复杂的 你就别慘了 上去休息吧 我休息什么我休息 张福露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有了 明告你吧 那女的比你二姐强多了 怎么呢 说你这个孩子啊 你还来兴师万罪来了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说怎么办吧 沈儿 你这样说话太不公平了 你有没有良心 怎么没良心 你病成那样 我姐把你从乐坑接过来 伺候你吃伺候你穿的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那是应该的 应该的 有你这么对自己儿媳妇的吗 啊 你到底是希望你儿子好 还是希望你儿子不好 阿翔 咋 咱们赶紧去说 说话 我就咋说话 哎呀 哎呀 怎么说啊 就这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你打了打了 你打了 你打了 下雄 下雄 住手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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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了 威禄 在这干什么你 怎么回事 她自吵的 你打了 怎么着也不能动手啊 真害怕 逃得 轻点 我用你给我那几钱 把那些司机圈打发走了 还有那大车店 额门的五千块钱 也都还了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孟老板 不依不饶的 非要我在一个月之内 把他那车瓷器的钱赔了 没钱了 怎么办 你啊 去找孟老板好好说说 把咱们的实际困难跟他讲讲 希望他能够通融一下 如果他还是不同意的话 那我再想想办法 你能有人 啥办法 这个你就别管了 有笼子 到现在 我才知道 只有你 对我最好 来 温副局 敬你一个 来 温副局 关于这个歪嘴回国的事儿 时间地点行程 我可拜托您了啊 你上次答应搬邓京生的事情怎么样 这波一直还没有找到机会 对了 温副局 对付他 干嘛这么费劲 直接找几个人给他干了就完了 不不 绝对不行 如果没有正常的理由 就算把他这个位置腾出来了 那也会有别的人顶下去 再说了 邓京生的背景很大 我可不想引火烧身 我明白 来来来 别一个人喝 干了 我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啊 好 慢走啊 温副局 哎 温副局啊 这里面有没有看上他 乱来 好 先走了 好 先走了 好 先走了 都是自己兄弟 你都不带你嘛 我去用 这件事可就拜托了啊 你放心好了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啊 好 慢走啊 温副局 好 再见 哎 龙哥 你是 我是李翘啊 你不记得了 上次我去找兰姐 我们见过的 哦 我说怎么这么灭熟呢 哎 你一个人啊 对啊 那 一块喝 好啊 行 停停停 停 出去出去 出去 都出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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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什么 随便啊 来 来 龙哥 我给你倒上 来 龙哥 我敬你一杯 来 来 我敬你 再来一杯啊 来 干 哎 你酒量不错嘛 没有酒量 哪敢跟龙哥喝酒啊 敢不敢的 咱不是坐在这儿喝了吗 龙哥 其实吧 我特别喜欢像你这样的 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 我先干为敬 我先干为敬 哎呀 你刚才说 你喜欢我那样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喜欢像你这样 来 来 要不要咱们换点别的喝 龙哥 我敬你的 附上 找你们这儿最好的酒 给我来两瓶 我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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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吧 我 就我们公司 它赔不起这么多钱 别别别别别别 我想想办法赔钱还不行吗 咱们好好商量 怎么了福路 出什么事了 我怎么 这么倒霉呢 怎么了到底 我们公司的司机 把孟老板的古董给撞碎了 古董 那得多少钱 不少钱呢吧 关键是 孟老板 不光让我赔钱他 还要告我让我坐牢 什么 怎么 又要坐牢去了 周英子啊 上回俘虏为了你们家坐牢 这回为你还要去坐牢 你怎么离了婚你还害我儿子 你说你是不是个骚手心啊 妈 妈你 少说两句行不行 行不行 我还少说两句 刚才电话我都听见了 这是事实啊 这啥事实啊 我坐牢是我自己犯的错 跟姚哥那没关系 不是 那我们的事你就别撒谎了行不行 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 好好好 我不管了 你个傻子 我替你说话呢 你真是勾腰吕洞兵 你不是真假人 你离了婚你还怕她 你怕她啥呀 啊 我不在这儿呆了 我回那坑去 我不看你们这些狗东西的脸似 我没面子 你让我太没面子了 我可 妈 妈 妈你在这儿怎么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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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叫救护车 妈你 忍忍啊 疼啊 妈 来看你了 给你带了点水果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些了吗 让她走 我不想看见她 你看人都 那行 你 你睡会儿 我让她先 先出屋去啊 睡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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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会儿 睡癫 你是吗 很快 他最强感的 你不会在床上 你一须 你不会在床上 我不能在床上 你都消化护车 所以他用了 我书排成对 不是 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他来电话了 说赔偿的事情免除了 免 免除 对 不可能吧 本来你这次运的货 就不是什么古董 所以也不是很贵重 再说了 你们合作得还不错 所以 他就把你这个 赔偿给免除了 不是 他这么聚业的人 你怎么说通了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 你没事了就行了 你看咱俩都 你还帮我 谢谢你啊 别那么客气 那以前 你帮我帮我家 不也没图什么吗 再说了 你现在有难处 我帮你也是应该的 你们 你们 岁上 你说的 那技术 怕你都被哪领 Gibi 我们林大师 他已经调以为免除了 澄湾 开 均匀 翘 毫 不是 没 我 窝 有一层 乘 本人 勿扬 老实点 来啦 龙哥 我帮你拿 来 龙哥 看你心情不好 这是谁惹你生气了呀 没有 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你不说我也知道 彪子和歪嘴出事了 你听谁说的 这还用听谁说呀 警察都来公司了 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 我还知道 你生贾翠兰的气了 古灵精怪 龙哥 你说那个姓孟的 怎么不买你的账啊 让他收拾周英子和詹福禄 他怎么把他们俩给放了呀 这个都不是什么大事就别跟他们斤斤计较了 龙哥 哥 其实现在继续整周英子正是时候 你想啊 如果宋氏秀业垮了 那在全省城我们龙塘秀业就独领风骚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们收购了呀 第二呢 你不是要帮温副局长吗 温副局长的对头邓精生 就是周英子的情人 我有证据 既能搞垮周英子 又能搞臭邓精生 你能有什么证据 搞垮他们啊 你找人送一样东西 上班了 上班了 早早早 今天的报纸 你快来看 什么事 这是咱们的邓局长是吧 是啊 是他 他怎么跟这个女的在一起照相啊 听说邓局长啊 早在上山下乡的时候 就和这个女人好上了 但是这个女人啊 好像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邓局长 上班了 邓局长 上班来了 邓局长 上班来了 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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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了 走了 快来来来 知道了 接上来来 你看 有人找人你看 别说能不看吗 别 别看了 别看了 走走走 怎么回事 厅长 这照片哪儿来的 怎么回事 厅长 你还问我 现在这些照片满城都是 被人加在报纸里面 是人手一份 我早就提醒过你 不要在这些问题上 遭人搞病 被人加在报纸里面 是人手一份 被人加在报纸里面 是人手一份 喂 你好 我是 厅长 找您的 喂 我知道了 你看看 你的麻烦来了不是 上次被你撤掉的鱼厂长 联合那些被你处理过的人 闹翻案来了 他们现在在会议室 等着跟你对峙呢 这些人哪 就是想浑水摸鱼 咸鱼翻身 他们想趁机呀 搞臭你 小话 是个问题 但是 咱们去眼里 去去去 你们找我干什么 邓局长 你凭什么把我撤掉 对 你自己屁股不干净 乱搞男女关系 做错有问题 你做错有问题 这太不错了 对啊 你凭什么把我撤掉 够了 你别吵了 没有必要啊 我邓京生 男 未婚 他周英子 女 单身 我们在一起说说话 怎么不可以了 啊 我还告诉大家 我邓京生 一生光明磊落 胸怀坦荡 是个尊技手法的好公民 共产党的连接干部 在生活中 没有任何偷鸡魔狗的勾当 在工作中 也不会寻思方法 现在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目的 什么原因想搞臭啊 好啊 拿出证据来啊 只拿出一张突拍照来说事情 这算什么事啊 如果查出个子手银某的 我邓京生把头搁下来 摆在这奉陪到底 如果查不出来 你们这些指责在法律上 就是人身攻击 如果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就可以构成诽谤罪 这是犯罪 是要负法律责任 政府刑事责任哪 这怎么还犯罪 是 周总 不好了 什么事怎么慌张 遇到阿联酋的那批货 途经香港时 被查出加了毒品 什么 毒品 现在船已经被香港警方给扣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可能有毒品呢 不光是这样 警方已经把我们公司 所有的账务全冻结了 还要立案调查 我已经跟阿维兰先生打过电话 也跟收货方说明了情况 可是他们坚持要见到货 我才可付款 经理 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毒药现在该怎么办呀 要不你给邓警长打个电话 让他给咱们帮帮忙 对 跟警察打电话 去吧 跟警察 这照片是怎么回事 这 这是今天早上送来的报纸 谁送来的 是谁把他送到这儿来的 这 周英子 你老实告诉我 这个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也有这个照片 这照片从哪儿来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全盛程的人 都知道你们这点破事了 你把精神害苦了 怎么会这样啊 没有想害精神 我真的没有想害精神 我 我 这就是当你全程 马上就足入离开 对了 是那个女人 你还要再给我二十年 是那个女人她骗我 如果不答应我 我会让这些照片 传遍全程 我怎么会这么傻啊 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呢 他居然骗我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周总 我要去找他 周总 你们放开我 你不能去啊 周总 周总 你没事吧周总 周总 你没事吧周总 你没事吧周总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周总 太阳 好 weit 快快 快 心率80次每分 需要160次毫米拱住 缺氧99% 抢救 金生来了 周英子 正在抢救呢 英子 他这是怎么了 医生 怎么样 怎 怎么样 谁是周英子的家庭 我是 病人以前有昏厥史吗 有过 有过 也就一两次 他有没有高血压 低血糖 糖尿病肾病之类的病史 没有 身体挺好的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我们宋氏秀业的董事长 秀业 对 副案工作 对 不对啊 我们已经给病人做了X光片和血流图的检查 没有发现静椎问题 从病人送到医院到现在 我们已经做了各种病例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他 一直都没能苏醒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大夫 那这 这是什么病 这种情况 我们还没有遇到过 你们可是省城最大的医院 我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来这儿的 现在我嫂子就躺在里面 你们竟然查不出昏迷的原因 这怎么可能呢 隋坊 大夫 这位病人对我们非常非常地重要 而且他还是全省知名的企业家 所以请您务必 请您一定 想办法把他给救醒 我非常理解 你们家属的心情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求你了啊 帮忙啊 龙哥 我说得没错吧 这几天满城都在传播他们的丑事 周英子卫这事也进了医院 现在都没查出来昏倒的原因 这简直是太爽了 是 你是爽了 可对于我来说 这简直就是下三滥 商场如战场 什么样的手段都得利用起来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李翘现在也不是外人 他是我的秘书 这样啊 那恭喜你啊 李翘 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 没见到你人了 原来是找了一个好工作呀 谢谢啊 兰姐 不客气 你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啊 龙哥 听说咱们帮宋事秀业送的那批货品 在香港被扣下了 说是里面有毒品 情况属实 千真万确 是宋事修院的人跟我说的 他们的那个春宴还抓住一支超超 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他们现在已经交不出货品 而且也还不起银行的贷款 公司已经乱成一国粥了 非常奇怪 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撞击 而且也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可是就是不能酥醒 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 甚至是电刺激 但是仍然没有作用 他到底是什么病啊 那 那他不会变成植物人吧 不不不 不是植物人 在我们医学上 叫常识昏迷者 和植物人是两个概念 植物人在世界医学界 通俗的定义是 持续性植物状态 苏醒几率只有百分之一 可是常识昏迷者 他的苏醒几率 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他现在能隐约听到 我们讲话的声音 所以家属们不要在他的面前 谈论他的病情 更不要表现的痛苦和绝望 要鼓励他 配合我们 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 我这么说 你们明白吗 大夫 什么措施是极极有效的 这很简单 就是和他正常的谈话 鼓励他 刺激他 鼓起他的勇气 秀匹被扣的事 我会去跟厅长汇报 银行公安局方面 我会想办法 公司的问题啊 你去跟员工解释一下 希望大家理解 拖延一段时间 好 邓局长 真是辛苦你了 我不辛苦 周总现在这样 公司选抗礼了 别这么说 应该的 常识昏迷者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不知道 医生说了 没有直觉 隐约的能听得见 妈 我求你个事呗 我都这样了 我还能干什么呀 你去看看鹰子去 妈 鹰子 对你是真好啊 你说这么多年 不管你 怎么说的 骂的 他从来都没有怨言 他私下跟我讲过 说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看到你 多给他几个笑脸 妈他现在就在楼下 你去看看他呗 他一高兴没准没准 就醒过来了呢 我一去看他 他更醒不过来了 你 你试试啊 妈 不是咋知道啊 鹰子要是醒不过来了 你儿子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 妈 你就 你就当 当儿子一个忙 你 你去一下 行 行不 行吗 求你了 求你了 好好的 妈 好好说 啊 我知道怎么说